佛报人人不一样 命不相同 命从哪里来的 过去生中修的 也不是自然的 命是自己造的 所以命可以改变 改变有改变的理论 有改变的方法 你看廖凡世纪 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云谷禅世 教给他改变的道理 教给他改变的方法 他真敢 一年 小谷就禅世 三年五年 就明显的改变了 像原了凡这个例子 太多太多了 只是人家没写出来 他是自己把自己 一生 改变命运这种事情 写出来教给他儿子 是教个儿子的私讯 他自己也没想到 会流通这么广 流通越广 时间越长 他的功德越大 为什么 帮助多少人 这本书 救了多少人 我年轻的时候 在公家机关 佛物 有一个同事 人非常善良 遇到了困难 家里小孩多 五六个小孩 待遇很微薄 养不活了 几次想自杀 那自杀是不负责任 你家里人更苦 孩子更苦 跟我是好朋友 在这个困难当中 我送他一本 两番思绪 我来说 我刚刚接触佛法 我把这个书 介绍给他 我告诉他 这本书好 朱金周老知识 介绍给我 我拿的这个书 好像在两个月 两三个月的时间 我读了三十遍 我自己深受其力 自己知道 过去 做了很多措施 特别是杀害众生 现在知道错了 知道忏悔了 知道回头了 他全家学习 环境转过来了 他感谢我 他说 我救了他一家的命 我说 不是我救的 是你自己救的 你认识了 辽凡思讯 就能救了你一家 像这种情形 多 人到中年之后 四五十岁 那个忏悔的心就有了 接近万年了 自己一生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在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 苦难的时候 人就会反省 有这么一个好处的指导 帮助他反省 帮助他忏悔 帮助他改过自信 他拯救了 难得了 以后大家的小孩 我听说三个四个 都老到波斯学位 老年的时候 儿子儿女起来了 家庭环境改变了 他走了之后 祝福小孩 有时间要来看护 要来护持到场 他小孩来见过我 那次 善意 善心 尤其是写成文字 利益无尽 雪宗 瓏 善心 感到 吓